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說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說說香港的年輕人收入 厲害了 這個研究報告出了之後 引起大家關注 因為講到年輕人收入好字 已經去到歷史新高 哪些年輕人 就是剛剛初出茅牢讀完書出來的初入職人士 這麼厲害? 他的人工已經去到歷史新高 就可以買樓,上車發達 留很多人在 是不是實情是這樣呢? 我們現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你第一份工 那個人工多少錢呢? 我記得的 我稍後告訴大家 但是呢 有一個研究報告說 現在新一代的年輕人 二十到二十四歲 他們畢業之後 就出來工作 第一份工的月薪 真的上到頂峰了 上到頂峰 買樓不是夢? 那些年輕人經常說沒有錢買樓 沒有錢買樓 都叫你們 省下兩個錢 不要去那麼多旅行 買少兩部電話 那就可以了 整天都說你不聽多多藉口 對不對? 這個研究報告 說得出來 拆穿了你的西洋鏡 整天賴三賴四 賴市道不好 又說給得少人工 其實這麼高 真是便宜了你們 那究竟實情是否這樣 究竟報告是怎樣的 原來 有組織之前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 分析一下香港 由1987年到2022年期間 這麼多個住戶統計當中 用五年做一個區別 做一個界線 去劃分有大學學歷的人士收入數據 去了解一下不同年代 具有大學學歷的全職人士 究竟他們收入有多大差別 研究真是驚人 因為看到新一代的年輕人 收入比舊市好 這也是一件好事 這也是一個正常事 有人說 當然了 你現在的年代物價都不同了 他的收入一定是 理論上是成正比 但他們說賣鬼 你看現在的年輕人 經常在那裡吵 又說他自己人工低 又說沒有錢買樓 又說沒有錢買樓 哪有錢買手 只要說謊 快點拆穿他們的壞人鏡 究竟這群20至24歲的人士 他們初入職的中位數 去到多少呢 告訴大家 原來 原來 說到香港現在的初入職人士 收入中位數 在去年 已經去到17,424元 哇 有一萬七元那麼多 已經去到1997年的水平 接近歷史水平 厲害了 拍手掌 大家很開心 1997年的水平 等一下 停一停 這個數字 真的嗎 我記得 我又記得 我自己出來做那份工 1997年後 都沒有那麼高薪 我那時候做時薪的工 第一份工 很薄的 25元一個小時 差不多了 大概 很低的 好了 找到一份月薪的工 都是說五六千元一個月 你那些17,000元 歷史性新高 1997年的水平 是不是真的 20歲 24歲 你做很多行業 都還沒到17,000元那麼高 說笑吧 我覺得這個 有一點 那條數字怎麼砌出來的呢 其實 當然 有人說 你找不到 別人找得到 我看回 在1997年 根據每個個別的職業 月入收入中位數去比較 都沒有那麼瘋 到17,000元 1997年那時候 製造業 月入中位數 9,000元 9,000元 你剛才說過17,000元 哇 製造業是9,000元 建造業是1萬 輔助職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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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高一點 15,000元 工藝有關的人員 1萬 機械操作配備員 9,000元 哇 真的 不是 真的 有人說 現在已經打雙倍 現在已經賺到17,000至18,000元 一個月 這個數字 其實 真不真 真的 真的 吹水 那時候 那些物價 我記得 那個年代 用食物 還是二十幾元 一個餐 那些年代 那時候 十多元 一個燒尾飯 都有 真的有 那時候 還流行十元 魚蛋粉 幾元 那時候 從煙仔的價格 那時候 煙仔的價格 二十幾三十元 現在是七十幾元 八十元 真的 都不是一個雙倍 那麼簡單 現在是三四倍 吃東西也是 現在二十幾元 現在是五六十元 人工呢 有沒有回過雙倍 其實我自己覺得 真的沒有 大學生畢業35年 從87年到2022年 入職大家 原先在87年有14000元 現在22年 有17000元 那麼高 破了紀錄 厲害 35年 才是多了3000元 那麼大把 35年 我們吃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多了3000元 那麼大把 百分比 好像不成正比 那些樓價 幾何級數 所以這一個 也是可以正正反映到 剛才可能 大家很開心 還拆出七人幾億 你完全了解到 現在香港的情況 為什麼有這麼多 年輕的一代 上不了房子 上不了車 買不到房子 甚至乎 智業有困難 連租房子也有些問題 大家都是大學生 你35年前已經賺14000元 有多少人現在還賺14000元 其實我覺得 15000、16000元 真的還有很多人在賺 其實如果按 因為他現在拿了中位數 拉蠻計 有些可能賺11000 有些賺1萬頭 有些賺2萬 那你就抵成高隨意 加上15000 你明明 那個數字是這樣拉蠻計 187年 我當你用這個拉蠻計的數字 當時有1987年 1987年 和現在2022年 2023年 那個差距 都差很遠 當然 你說 不是吧 差那麼少 其實如果我曾經 看看 當時有80年代尾 80年代尾 80年代尾 84至87年 那些 地產廣告 樓盤廣告 和現在比 真是 差天共地 你那時候都賺14000、15000元 一個月 現在大學生賺17000元 我們從樓價角度可以做一個比較 我找到一個廣告 清水灣道 近監獄 面積2000呎 複式 另有 花園1500呎 即是3500呎 別墅 多少錢 3500呎 複式 現在 可能 五六千萬 那時候多少錢 210萬 210萬 3500呎 嘩 厲害了 那時候 你想想 八幾年 我隨便 現在同樣地 找回 2000呎 西貢 清水灣的樓 2500呎 你想想 大概 多少錢 32元 一呎 4000呎 你自己計 4000萬 2000呎 都差不多 4000萬 是吧 嘩 那些 有些 五六千萬 差不多 現在 五六千萬 半億 80年代 是210萬 但是 人工 有沒有差距那麼大 沒有 那時候 那些 尺價 八百元 尺價 八百元 OK 那 真的 不是開玩笑 另外 那時候 北角 港島區 五百多尺 到千多尺 那些 樓盆 最便宜 說的是 五十一萬 五十一萬 你想想 當時 如果按照 八七年 入息中位數 初出茅廬 一萬四元 那房子 五十多萬 現在 可能要十倍 五百多萬 換句話說 當時 那間房子的賣價 放在現在 玩句話說 首期都做不到 這真是大 荃灣花園 六百八十呎 四十幾萬 真的 這些你找得到 我相信 有些人已經知道 八十年代 究竟多少錢 那間房子 現在 隨便找一間房子出來 現在的住宅 隨便 九龍區的住宅 幾百尺的房子 你自己可以看得到 賣的價錢 是多少錢 你現在說 四五百萬的房子 起跳 有的 二百多尺 有的 接近四百萬 三千尺的海船門 還說幾億 不要說 那些是誇張 美孚新村 都叫八百多萬 你去到這個位置 所以我剛才想引用這些數據出來 告訴大家 創新高 很厲害 很誇張 那些年輕人的起步點不同了 在八七年的年代 三十五年前的起步點多了三千元 你只是說屋 你只是說住 這個問題 已經可以告訴大家 已經完全掉落了 放掉了 你說 為何新一代的年輕人 對於香港的歸屬感 可能不夠 這也是中央政府之前說出來的問題 就是高地價 高樓價 高地價 你基層上來的那一班 被他們讀到大學 想著怎樣 知識改變命運 但是原來告訴你 知識 他未必真的完全可以 改變到的命運 在這一方面 因為 他的知識 追不上樓價 樓價就像火箭星空 一下子射上月球 三十幾年前 哇 恐怖到這樣的 每個人如果在三十幾年前買一間房子 所以你說 為何每個人都可以有錢 在手 他一早就財富自由了 你肯打兩份工 那時候 或者打多一份工 你説是月入兩萬元 一間房子説是 你的薪金 三十倍 我當你月入兩萬元 我當你月入兩萬元 這間房子是你的三百倍 是你的三百倍 那你説怎麼搞 人工沒有變 樓價那麼高 還有物價呢 其他生活費用呢 很多事都不一樣 所以 基於這個情況 有人覺得 人工高了,是受到移民潮人手所缺,令到人工會上升 死定了,如果沒有人走,人工又不會扯高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一早屈辱的問題 其實不夠高的,如果你按照所有東西去做一個比例 當然香港有一個很特殊的情況 我們不是單靠在這個位置這樣看 但是某程度上,如果我們經常有人怪責 甚至乎覺得青少年,根本沒有上進的機會 如果從打工的角度來說,真的很難追不上樓價的變化 所以為何經常都說,你幫人打工,打細工 你都不會想著這麼容易可以做一個財富自由 你一定要想辦法用不同的工具幫你淺生錢 你才有機會繼續享受到你的人生 如果不是讓你活到一百二十歲都要你做的時候 你是絕對人生極大的痛苦 這個也可以看得到,不是正不正義民潮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可以告訴大家 因為他們有一群人,一出來很短時間賺到錢 或者他們可能是在八幾年開始出來工作 然後他們把財富累積,買了房子也好 那時候沒有那麼誇張 因為八七也好,九七也好 經過零幾年之後 經過幾次的金融風暴,樓價的大跌 他們有一個機會給他們接觸到 去摸得到這個樓價的奪福 因為其實香港大家都知道,地少人多 寸金尺土,磚頭等於金磚 他一個飆升,他就好像在人生中一次六合彩 買了房子就好像中一次六合彩 他們說是必升的,賺賺的,沒有輸的 你只要在這些位置摸進去之後就完成了 你想想現在,你叫他供層樓 一個月一個萬多 他怎麼供呢?如果他這樣的人工 大學生畢業 所以你說大學生現在,在街上多了 其實是普遍了 你不可以再掛念純粹大學生的牌頭去賺錢 你要想辦法,你將自己增值 甚至創造一個特別的你自己出來 你去創造一些機會,令到錢跌到袋裡 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 對呀,難的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 可以的就沒有好 很多人,所以為何一招想發達 就代入了很多騙局 到最後一元都沒有了 真的就沒有了 整個人都要堪掉重練 所有事情都要重新再做 很多事情都很可憐 這個現象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香港樓價很高,不吃多少年 大家都可能感受不到 但是在這個數字上 就足以可以令到大家 嘩 原來三十幾年都是多了幾千元 樓價反而急升了這麼多 這件事也可以告訴大家 需要研究一下究竟 如何調整整個大環境 大學生的學歷 其實你叫做多了 其實某程度上是貶值的 不再輕鄉了 因為到處都是 反而注重你自己個人 所以有些人會進修 有些人會嘗試改變 甚至創造不同的機會給自己 希望這件事也是 看看政府有沒有機會可以給到他們 因為人很有趣 在這裏沒有機會的時候 他們會出去闖 希望在外面闖一番事業 所以亦都可以正正地說得到 為什麼會有人想移民 其實這也是一個道理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下次再說其他事情 拜拜